豆腐鱼 刺客一吸, 几秒胜渣 没错,这就是舌尖上的九肚鱼, 也叫豆腐鱼 除了传统鱼汤,素醇日式照商了解一下 当然啦, 好喝一做的快手鱼汤也不能少 让你一起多来试试吧 九肚鱼无鳞,鲜细柔嫩 清理它貌似繁琐,食则不难 先从鱼头背部切一刀,不要切断 拽着鱼头,直接把内脏一同抽出即可 我们还是先做经典的豆腐鱼滚豆腐汤 炒锅放一大小油 把豆腐鱼滑进锅,中火煎一下 鱼肉细嫩,尽量不要大力翻动,避免散降 煎鱼是为了让蛋白质快速吸出 这样鱼汤才能抽入白色,味道也更加鲜明 鱼器们定型后,撒入料酒或米酒 再撒一茶汁玫瑰盐 玫瑰盐不行,如果用普通海盐在食堂减量 在砂锅或汤包里先把水烧开 煎好的鱼连汁倒进锅,盖盖焖煮约5分钟 开锅看,汤色已转白,放切成大块的豆腐 豆腐推开后,继续盖锅盖焖煮几分钟至豆腐软糯 汤里可随意加一些爱吃的蔬菜 比如金针菇,白萝卜,青菜叶等 我最近迷恋冰鲜的盐字群带菜 泡一把放进去 用筷子轻轻拨动鱼肉,豆腐和青菜 尽量保持鱼身的完整 按自家口味再撒点盐给汤调味 都放点白胡椒粉,这是让鱼汤鲜美的灵魂伴侣 最后滴几滴香油,也就是芝麻油 十几分钟,一锅快手豆腐鱼滚豆腐汤就可以上桌了 汤色既白铁嫩,鱼肉滑嫩,豆腐绵软,青菜叶香 保证全家都喜欢 经典豆腐鱼汤熬好,我们再来个创新的菜式 平底锅烧热后,放两大烧油 收拾好的酒肚鱼条,派一些大粒红薯淀粉 那红薯粉可以用其他淀粉代替 把鱼一条条蘸粉后放进锅,冲小火煎 只可记住它是豆腐鱼,肉质细嫩,翻动要轻 裹了饱粉能帮助保持鱼汁完整 锅里还有些空间,把剩下几条鱼都放进去 用小木铲扶出筷子,轻轻拨动鱼条 既不要粘锅,也能让鱼肉受热均匀 锅里的油基本化干后,淋入一条料酒 今天我们做改良浴室 在鱼肉上,均匀淋一层甜味淋 必须靠它和中式烧鱼从味道上区分开来 再淋入一层浴室酱油 这个可以用普通生非豆腐,但要适当减量 锅内的调料汤汁再迅速挥发 撒一撮青葱末和熟芝麻 日式照烧豆腐鱼也出锅了 盛盘要顺势而为 软弱到极致的豆腐鱼仍保持条条分明 这个改良版快手照烧法 其实也可以用于竹签鱼 秋刀鱼或小黄鱼 只不过烧九肚鱼口感最为特别 让队友尝一下 根本不用嚼 一心一抿,鱼肉在口中打个转只剩骨渣 放大看一下九肚鱼洁白风雨的肉质 相比重视红烧,日式调料的清淡口味更能体现它的肥美鲜嫩 而略带胡椒辛辣的豆腐鱼滚豆腐汤暖味提神 这另有一番风味 春夏是江南九肚鱼上市的旺季 好好享受这舌尖上的平米美味吧 不愿没守成规 追求推陈出现的多大厨就是我 欢迎点赞关注 谢谢大家观看我的频道 我是豆豆,咱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观看